Ryo 聊世紀 天天弄個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憤怒森林寺 這場比賽是比較特別的四打四黑森林 我們先要來介紹一下文明 文明的部分藍色是選擇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是他農田的效率很快 而且有金冠玩家四重 可以讓自己的步兵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在團戰來說主要是出工程器跟步兵為主 那怪主鐵騎的話則是要看情況去轉出的 接下來看一下紅色 紅色的話是庫曼人 庫曼人外加的話蠻特別 因為通常外加的話就是要去打一個塔攻燒 然後自己封建時代雙TC開龍的一個打法 是比較常見的 那後期的話可以打遊俠、草原騎兵 還有這個青茶都可以使用 但是草原騎兵不太推薦 由於他的草原騎兵只有跑速上的優勢 沒有血量加成也沒有防禦加成 所以草原騎兵算是一個不是首選 算是非常刺刺選的一個選擇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綠色 這邊打架有點精彩 我們就看綠色文明了 那綠色文明是高棉 高棉的話是有益次元農田 而且防務可以裝載村民 在團戰來說的話阿拉伯的話 這個裝載村民的效果會比較有用一點 在黑身來說的話 他們益次元農田 可以讓他更快升到這個城堡Style 甚至帝王Style 打出這個快攻 甚至後期也可以轉出大量的大象 配上象攻 都是一個很適合的團戰組合 好這邊爆打一波 看起來灰色損失慘重 哇死傷有點慘 好那再來就是他的 青色的對手是寶加利亞人 那寶加利亞人外加 在黑色銀來說 銀壘來說是很好的一個推進用途 而且他的工程其實到所 的科技造價是半價 所以一升到地龍時代 所以趕快去點一下大衝車升級 趕快去頂爆對方城堡阿 或是前線的防務公式 對寶加利亞來說 後期還是打工程器 配上自己的寶加利亞騎兵 或是血液步兵 會是一個主軸 好接下來來看一下紫色 紫色呢最大的特色 是他緬甸人 緬甸人他的步兵單位 每升個時代攻擊都會加1 所以我都會把他稱為 他的槍兵設為疾兵趙雲 趙雲疾兵 戳人超級痛的那種疾兵 緬甸人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強大的飛鏢騎兵 可以做使用 飛鏢騎兵在團戰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難解的單位 而且緬甸人他的大象 攻擊也是特別高的 所以後期組合能打的東西 是大肉馬大象 還有槍兵 還有飛鏢騎兵 算是一個選擇性 比較多的一個團戰文明 那接下來看一下 黃色 黃色是選擇了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貿易 可以讓團隊加成 跑貿易更快一點 而且他的火槍兵 跟緬甸的飛鏢騎兵一樣 西班牙的征服者 都是非常難解的一個單位 在城堡斯帶死 但這個東西呢 在開放地圖 比較能做到事情 像封閉圖的話 比較難做到事情 因為大家都圍死了 所以就很難找得到 但目前看到 保夾利亞這邊 正面是看起來 是圍不起來的 不可能圍起來的內容 所以保夾利亞騎兵 保夾利亞人 可能要差大量的飲料 在家裡防守 然後讓後面自己隊友圍死就好 自己肉身硬扛 西班牙的征服者 跟飛鏢騎兵 可能就會做到一點事情 接下來看一下瑪麗人 瑪麗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飄漢精神 飄漢精神 可以讓自己的輕騎兵 跟弱馬 輕騎兵跟駱駝 可以大打14貢傷害 後期的騎兵傷害非常高 他也可以打一些步兵單位 像這個雙手劍兵 遠防的話是非常高的 但是不太推薦 因為單純來說 還是比較害怕工程器 像什麼重頭之類的 所以後期主要還是打 重裝騎士跟駱駝為主 那接下來看一下薩爾特人 那薩爾特人俗稱是我們的團戰之鬼 因為他不管出頭石車 弩炮還有衝車 攻擊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巨型頭石機也是 所以他打工程器的話 是非常首選的一個文明 那他的步兵也是遊戲裡面 跑速最快的 城堡也是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所以在團戰來說 是泛用性非常廣域的一個文明 好 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進程 目前看到西班牙人 把左邊這邊稍微圍一下 把正面的通往入口都圍好了 緬甸人這邊感覺是要打一個 快豐快進攻 持久提久點了 西班牙這邊則是打一個直層打法 好 這邊拉了三隻野豬回來吃 吃得很順暢喔 庫曼這邊非常的熟練 好 這邊開始下了碼頭 那這裡碼頭雖然魚群很少 吃完之後可以再去補魚網 可以增加這個肉量生產 但是緬甸這裡並沒有開銷自己的碼頭 而且西班牙後方已經有碼頭了 這個應該是寶達利亞的 不是緬甸的 兩個人共用一個魚池 這邊也是拉了三頭野豬回來 直接拉走三隻 非常快速 左邊稍微出了一些肉碼 稍微來擋一下 結果內加出肉碼 高冕是不想贏了嗎 內加布農 幫隊友是不是 兩邊都是想要做一個進攻 但緬甸這邊是高速上封建時代的關係喔 所以有一些肉碼跟槍兵可以防守 好 加利亞這邊一升到封建時代 鳴兵會變成裝甲步兵喔 直接往前 這邊稍微為死 用大四強圍住喔 但是還是被打錯了一個破口 損失了一村 好 但這邊還是有缺口沒有可以防下來 這一波快攻感覺可以做到一點事情 好 肉碼一衝進去 裡面的村民來不及做反制 只能開始一打一換一的交戰 還算不錯 現在重點要是趕快把這個成本給圍起來喔 裡面這隻村民看起來是守住了 是想你補一下 這一波肉碼進去還是弄到了一點騷擾 還算不錯 並沒有完全打到完全沒東西 還是有做到一些事情 好 那一升到封建的 空曼人喔 這邊又馬上開下城鎮中心 反正是開始轉一點經濟喔 還是要來升城堡時代的感覺 好 那後方這邊的肉碼也是稍微 進來騷擾到一下 緬甸這邊的肉碼也是過來 反正緬甸是Jordan Jordan是GRO戰隊的高手 也是職業選手 這邊肉碼的生存率還蠻高的 還有四隻 好 左邊寶寨的亞人 又拉了一些 雙腳步兵過來 來 好 那雙方看起來差不多 唉唷 但是這邊肉碼抓到了很多村民喔 山村 哇 四隻肉碼抓到山村 很賺喔 好 左邊的部分 斯拉夫人已經開始轉出了自己的工程器單位 他有工程器的截面喔 所以出工程器真是很適合 OK 砸掉兩邊的木牆 正面要稍微微一下喔 好 這邊看到瑪莉轉了一些老頭 而且頭子車不是薩爾特人出的 好 直接被戳了進來 來看一下 哇 這一發砸得很準 好 這台頭子車趕快上高地 好 結果在正面出來砸掉了 槍兵過來硬抽 回頭砸了一發老頭 沒有砸 可惜了 好 這邊趕快拉村民來修一下 結果庫曼的村民表示 這不是我的頭車 我不修 太狠 好 這一隻村民過來 來把外面的圍牆再次補習了 好 右邊 緬甸人 這邊也升到了城堡時代 石頭沒有開石挖 打的是騎士開局喔 這個蠻特別的 按希臘的征服者已經開始再轉出來 好 希臻翼出來 保加利亞就會有點難受 這時候保加利亞也升到了城堡時代 待會就趕快去挖石頭 趕快插出陰類喔 不然這邊這些圍牆 只能守一死喔 不能守一輩子 哇 結果這邊直接撞TC 然後衝進去 也不管 但後面這個洞口有來得及補完嗎 不然高滅人又會被騷擾到喔 哇 這個騎士衝進來 趕快圍 剛好毒口 完美 好 左邊這邊大戰繼續開打 但是瑪莉的這邊的救贖思想已經研發好 招響到了一發頭石 還不錯 斯拉夫這邊有點被打的接接敗退 可以轉出了修道院 那斯拉夫的生旅戰也是蠻厲害的 因為他的老頭呢 有這個移動速度最快的效果 之前的改版 讓他的老頭移動速度變最快的 好 西班牙執責從左邊這個缺口走進來 然後去到藍發家裡做騷擾 哇 兩邊都算是打一個很快的 很難得可以看到黑森林喔 這麼早期就開打了 好 正面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左邊西班牙執責也再慢慢出 好 城城中心補下了第二個 3TC準備開農 正面的老頭加槍兵數量有點多 塞爾特人這邊就指出槍兵 然後生頭戰術反而是由 瑪莉這邊來做執行 槍兵稍微進去看一下裡面的經濟分布 好 這邊看到非常多村民 要來上行印出了嗎 槍兵看到 哇 火槍兵抓到這一大堆村民 好 這邊直接到後方抓魚池 射魚船 哇 射到魚船就很賺了 這邊槍兵也抓到庫曼很多的村民喔 庫曼還沒有轉出清茶 打這些槍兵有點困難 庫曼最好是趕快去挖石頭 然後這邊插一棟城堡 好 守住一下主經喔 不然主機守不住的話會很難受 這邊頭子車出來 結果也沒做到任何事情 頭子車還被招搶走 再打個一發 右邊的部分 西班牙人並沒有繼續往前蓋城堡 他其實可以繼續挖石頭往前蓋喔 但這邊緬甸人也沒有挖石頭 所以兩方都不能蓋城堡前壓 只能用頭子車慢慢進攻喔 這時候保夾利亞人轉出了一些老頭 招搶西班牙征服者 進行有效的反制 左邊的西針繼續開鋪 好煩阿 把這裡的魚船全部鋪光了 這裡終於補了一個城堡 但有機會蓋得起來嗎 後面頭子車瘋狂開閘 到了84%蓋不起來 又把村民放了出來 繼續嘗試蓋起 哇 終於蓋好了 當然也死得差不多了 城堡一蓋好 可以解到這邊頭子車的壓力 終於手下了自己的3TC 正面的部分 兩邊都是打一個正面開崗 但只要遇到城堡 基本上就沒法繼續進攻了 這邊賽萊特 最好是趕快轉成開農狀態 然後前面趕快為大石搶農上去了 不然康曼這邊3TC被守下來 又沒有損失任何一棟城堡中心 丑銀會爆得很快速喔 右邊這邊戰線 老頭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寶加莉亞並沒有插銀類防守 而是用老頭的一個穿頭式的防守方法 後面的高米呢 已經轉出了四棟城堡中心 準備要來升到帝王死蛋 斯拉夫人則是3TC慢慢農 但遇到這些火槍兵有點被騷擾到了 左邊這個牆一直沒有去補喔 火槍兵一直走進來 哇 被砰掉了一些村民 斯拉夫人有點小小的受傷 趕快拉起老頭 到後方左右救一下 還好老頭走路的速度很快喔 0.84 比村民快了一點 這邊直接撞城堡中心 再損失一些火槍兵的數量了 老頭稍微反思一下 好 果然還是挖了一個城堡 進行潛壓 果然這樣子效率不是很好 砸了一隻村民 可以砸一下 部分還可以接受 這邊西班牙人也拉了非常多城堡 直接升插 哇靠 這個位置插得太奇怪了吧 直接插在人家的後方阿 好 西班牙充手 看要不要往前幫忙喔 當然這邊直接插了一個銀壘 這跟城堡可能要取消 這邊開始勸定 把這個電影給圍了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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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赤拉夫人非常多 所以已經變成招翔大戰了 兩邊都在互相招翔 你招我 我招你 這招在演哪一出 呵 最俗思想 瘋狂招翔把瑪莉的一大堆的勝率給招掉啦 哇 這邊還在找哪個勝率還沒進入CE時間 趕快來招翔一下 招翔大戰 看起來斯拉夫這邊拿到了優勢 好 正面的部分 保加利亞有點節節敗退 還好這個銀蕾也插起來 稍微扛住了這邊的攻勢 好 緬甸 不是緬甸 高緬 轉出了毛相夫 這是毛相夫 奴炮相 好 左邊勝率大戰 看起來 告一段弱了 兩邊差不多要停了 結果庫曼在前面再補了一個城堡 要嘗試進攻 順便防守 好 右邊的火傷兵直接衝進來 緬甸的飛鏢騎兵也是走了過來 看能不能撒到右邊的城堂中心的村民 這裡沒有銀蕾有點危險 好 收村 如炮相打西班牙征服者 看起來不錯 因為體質夠高 反制能力還算可以 好 這個沒有碰好 好 發現自己有點快要打輸了 賽特人開始蓋上大石牆要來轉龍 那一家的瑪莉人也點了帝王時代 這邊巨型頭司機已經開拆外圍的緬甸城堡 裡面的西班牙征服者 跟緬甸的飛鏢騎兵 本來也要被解決掉了 好 這裡老頭 要把他來撿個生物呢 終於把這個 西醫這樣給解光了 好 巨型頭司機開始往外推進 這裡有兩隻騎士過來 後面有奴炮相 效果還不錯 好 目前大家都升到帝王時代 兩邊都不會有太大的進展 來看一下帝王時代兩邊會怎麼打 西班牙跟緬甸這邊快攻被擋住 可能需要用一些城堡去拖一下時間 讓自己經濟可以一直迅速量產 大量單位 才可能會比較有擋得住的效果 那奴炮相在上上次的改版 有讓他增加胡斯派裝甲的效果的關係 所以他現在吃到頭司車的傷害 會更痛一點 所以用頭車打奴炮相 確實是一個首選單位 但是最近8月份的小改版 又讓奴炮相的胡斯派裝甲 吃到頭司車的傷害 下手了一點點 所以吃到頭車的傷害 不會像前幾個月這麼誇張 好 那目前看到 斯拉夫人在前線補了很多的工程器製造所 果然還是要打一個工程器開局嗎 好 那西班牙這邊開始轉出遊俠升級 緬甸這裡也是轉的重裝騎士 但高明這邊轉的是槍兵 所以待會遊俠過來也不怕 好 緬甸 居進頭司機 開拆外圍城堡 這邊保佳利亞人可能也要趕快復國 把經濟趕快拉起來 那保佳利亞這邊要反制的話 可能要出個馬弓之類的 保佳利亞可以打馬弓 當然也可以出保佳利亞騎兵 這邊他的選擇 我覺得出保佳利亞騎兵是更好一點的 或是直接轉工程器也可以 畢竟工程器的招架是半價而已 科技半價半價 欸 這邊怎麼硬上了 哇 遊俠已經升級好 但三弓還在等 好 保佳利亞這裡完全沒有單位 只能靠高敏的奴炮像稍微撐場 巨型托斯機再慢慢往前推進 好正面 庫曼人已經開始工程 拆掉了一個城堡 這邊也在開始拓寬道路 唉唷 結果 庫曼打的是草原騎兵 但是草原騎兵的優勢 是比較好容易成型 因為他的黃金需求量比較少一點 但需要大量肉量 好 這邊直接上前一戳高敏 大量的槍兵 直接吃到投資車的傷害 瞬間殘血 投資車也直接找到後方 把奴浩像損失慘重啊 哇我的天 這有點難受 好 奴浩像在後方有一個輸出風險 開始對這些遊俠造成傷害 但遊俠的血量也是掉的蠻慢的 避免很誇張 右邊補了一個城堡 但是有點節節敗退 遊俠又再次衝了進來 槍兵也是往前 遊俠的威力還是很強 好這根城堡 應該也是扛不住 右邊這個城堡 能夠再爭取更多時間嗎 左邊這一波交戰非常的慘烈 好看一下左邊 左邊大量的草原騎兵也出來了 後方是緊接而來的輕騎兵 加上重裝騎士 瑪莉的騎兵單位 開始上前輸出 但是投資車砸到非常多的騎兵啊 這邊草原騎兵拿到了一點小小的優勢 那賽爾特人這邊轉出的是 大量的槍兵 作為前面支援 最後還是要靠瑪莉的弱馬 還有自己的重裝騎士 右邊則是遊俠繼續往前推進 槍兵的數量並不夠多 只能靠奴炮槍去反制這些遊俠的數量 正面的部分呢 劇情投資機還在拆除城堡當中 這根城堡如果掉了 防守能力會更差一些 緬甸這邊轉出了一些槍兵 防遊俠就很好打了 左邊的部分 更多的草原騎兵走路過來 馬力轉出了駱駝騎兵 但就中駱駝還有5秒升級好 OK 但 斯拉夫這邊轉出了自己的步兵 槍兵 這邊槍兵在頂下王家四仇 還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但現在還沒有機會可以點 這邊部分 遊俠有點被逼退了回去 好像擋住正面還不錯 緬甸這邊要轉出更多的鐘頭 才能擋得住 這邊的奴炮箱的數量 好 結果正面 馬力漏了一些肉馬 到了貨防燒了 但家裡馬上就有一些槍兵過來防守 還可以 正面的部分 投資車開始把草原騎兵給逼退了回去 草原騎兵扛正面不太行 好 投資車再過來砸 但是砸的是巨型投資機 而不是正面的馬 打 城堡開始解掉 找到立法 有點痛 這邊的奴炮箱開始退了回去 哇 沒想到 靠著寶加利亞人的槍兵 還有自己的奴炮箱 就把對面的遊俠公司給逼退了回去 好 投資車數量不夠 但是還是有在出 好 左邊的部分 兩邊也是槍兵互打 那高輾這時候 其實可以轉一些槍兵喔 直接出大量槍兵加投資車 淹過去就可以了 因為你的槍兵是可以打贏 寶加利亞人跟高敏的槍兵喔 攻擊力天生就比他們兩家 的攻擊力還要高 只要正面戳過去 加上投資車 打要大量的槍兵 戳到後方的 這個奴炮箱的話 就有機會打得贏喔 那西班牙這邊喔 可能遊俠的部分 要稍微出一點喔 轉一些西班牙征服者出來打 甚至轉一些步兵 或是攻城器來打 會更好一點喔 當然遊俠也是要繼續出喔 當然可能不能只單程出遊俠而已喔 還有左邊的草原騎兵慢慢推得過去 瑪麗人有點扛太住 後方的斯拉夫的王家四重槍兵 還有這個後方的草原騎兵的威力 後方還有投資車非常難受 而且後方還有一些老頭 在後方招我招翔 投資車一過來就被招掉有點難 這裡趕快炸一下 炸的是前方槍兵 但是投資車又再度被招翔了 肉麻想要打老頭打到了一隻 三隻都收掉了喔 還不錯 正面的城堡已經被三台巨型投資機 炸了起來開始進攻 城堡直接爆開 哇瑪麗這邊是不是要轉一些飛刀女獵手啊 或是轉一些劍兵勇士之類的 好招車再來看一下 復換嗎 OK復換成功 緬甸果然轉出了槍兵 但槍兵的防禦還沒有升好 好廢鏢兵這邊想要來解 解的有點痛苦 槍兵數量很多 跑車來砸一下 往後砸 跑車不敢攻擊 哇 哇還是打到了非常多的傷害 好左邊開始打出了一個破口 草原騎兵的數量越來越多 第一罩架 難道有用嗎 而且還有一共射程 好左邊遊俠再次往前 正面沒有槍兵的話 遊俠的功用就會比較大一點 好這邊五台巨型投資機 直接正面一拆拆掉了 左邊這兩個城堡應該也可以順利拿下 看起來左邊賽爾特人不太妙 因為賽爾特人現在出工程器 也會被斯拉夫給遭翔走 所以賽爾特人這邊可能要展出大量的槍兵 配上自己的鬆爛武士 正面解圍才是重點 不能再出工程器了 好這邊大量遊俠再次 就是往前壓了過來 炮箱這邊扛得很好 一直把這個障礙給扛住 那寶佳莉亞這邊單純就出投石車 然後配上槍兵路線也可以 可以 再更好一點打法 比較有錢的話 寶佳莉亞再轉出一些寶佳莉亞騎兵 會更好一點 畢竟自己是有馬盾技術 騎兵攻擊速度很快 即使被戳下馬了 還可以變成下馬寶佳莉亞騎兵 繼續輸出緬甸的步兵 甚至也可以考慮 直接轉一些血液雙手劍兵 出來打 都是寶佳莉亞的一個很好的選擇 正面的部分 看到大量的草原騎兵 還是頂住了正面 右方的大量槍兵 也是被後方的投石車 撒個金光 外面城堡快要被拆除 只要被傷到貿物線 基本上就GG了 右邊這波大戰 看起來還在繼續扛 槍兵數量也是沒有銳減 好 投石車後面輸出很高 好 草原騎兵終於傷到了貿易線 沒想到率先突破 則是左邊 左邊庫曼本來被壓著打 現在大量草原騎兵已經傷到了貿易 賽特人跟瑪莉只能節節敗退了 看起來要跑其他貿易線了 直接低調4級 這裡可以再補一個新的 幫他跑新的貿易路線 投石車又砸掉了 非常多傷害 沒有火炮 戰場就會變這樣子 投石車主宰 正面戰場 主力投車完全沒問題 好 左邊瑪莉還是去殘出了非常多的駱駝想要扛 但數量一直沒有辦法聚集起來 因為導致這些草原騎兵一直沒有人可以解得掉 好 左邊這個地方還在進入焦灼當中 這邊也沒有人偷偷開打 但是賽特人已經快被都更完畢了 村民宿雖然還有一百多村 但是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建立更多的軍營 甚至大量的兵去屯兵出來反制 好 草原騎兵過來看一下 如果來不及衝到後方 正面奴炮槍也慢慢壓了過去 因為剛剛被斷了貿易的關係 遊俠也出得很困難 投資車也不太好量產了 經濟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結果現在變成瑪莉人被迫轉出鐘頭 要來砸這一坨的草原騎兵 這個草原騎兵好密集喔 要是有投資車斬了一發 蓋魯圖舒服 好 直接升為躲牆 3000滴血 當然今天在慢慢的往右開啟新的樹木道路 好 正面城堡被摧毀 緬甸這邊的巨型投資機也開始往後撤 正面的槍兵感覺扛不太住 弩炮箱的傷害 弩炮箱現在已經成型了 而且會一直有投資車在炸 一出來這些槍兵就受到了毀滅系的傷害 有點難扛得住了 正面的部分剩下的賽特村民也是被槍兵衝了一波 正面可能要打出一個破口 衝進去了 草原騎兵衝到緬甸人的家裡 不是緬甸 瑪莉人 瑪莉後方的貿易車隊可能 也沒救了 這時候就能打出了 GG 沒有想到弩炮箱配上保加利亞的槍兵組合 還有投資車居然可以反推遊俠的路線 這個相當不容易 最後弩炮箱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這一坨弩炮箱殺了146隻的單位 好狠的 超級狂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 兩邊的經濟過程 看起來兩邊 我覺得經濟不是重點 反正來說 其實更多的是戰術執行 經濟反而是其次的問題 庫曼這邊 雖然他經濟沒有很好 但是他選擇是草原騎兵的打法 所以不需要這麼多黃金 甚至貿易不用跑起來 就可以形成戰力 這確實是讓玩草原國的一個玩家們 可以做個參考 草原騎兵近島撐騎 然後趕快去反制 跑出貿易來 後期再轉出遊俠 其實也不遲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